廖季兵廖館長我們以熱烈掌聲歡迎廖館長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我最敬愛的張朗中校長 也很感謝張校長抬愛不怕我扎了他的腸 好像我是壓軸是不是 時間是超過我們預計的壓舞洞洞 所以本來校長給我八分鐘的時間我自動減半 看能不能五分鐘講完 剛剛聽了許許多多的不同背景 不同年紀 甚至不同意見的很多先進的發言 昨晚有一點小小的不同意見 第一 各位都知道 昨天 蔡英文參加講故總統 金國先生 金國七海文化園區的開幕 藍的 綠的 中立的 很多先進 都有很多的批評跟指教 我 我與 阿拉伯移族 尊師 重道聯盟的 發言人 的一個立場 在 阿拉伯國家 首任館長的 一個 經歷 我 有一點點 不同的意見 結論 蔡英文 你們看蔡英文的發言稿 再加上 1月13號 百分 部長 馮部長 馮朱瑋 領導的 退伍會 由李文中 接受民事 用口頭再加強說明的 定調 小蔣總統 蔣顧總統 蔣經國總統 六大貢獻 他的統治 在退伍會的聲明稿 定調為 開明統治 當然 退伍會因為 亞中校長 20號 在這裡跟我小弟 開一個記者會 已經把 書令聲明稿拿掉了 可是你們去網路搜查 都還在 你在打民事 空一個李文中 那麼 李副主委 新潮流的要角 他的定調 講故總統 金國先生 是開明統治 對台灣 是有貢獻 是1月13號 退伍會 退伍會是 蔡英文政府的 一集部會 一集部會 昨天 你們去看 蔡英文的全文 他已經定調 小蔣總統 反共 革新 保台 這六個字 這是小蔣總統的招牌 可是 各位請注意 所以 昨天 蔡英文在演講 的時候 他是定調什麼 保台 是台灣 人民 最大的共識 反共兩個字 不見了 我提醒 在場各位先進 好好去觀察 為什麼他不講 反共 反共保台 是台灣人民最大的共識 這第一點 所以 我個人的潛艦認為 蔡英文這麼肯定 蔡英文 那請問 蔡英文是誰提拔出來的 這不是後面的老蔣總統嗎 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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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的局主 他的爸爸 老蔣總統有沒有共好 這第一點 所以 小弟認為 老蔣總統 因為 小蔣總統的關係 蔡英文政府 政策會做調整 因為 另外兩個小理文 報告 老蔣總統 最大的招牌在是什麼 反共 民進黨現在不是每天罵國民黨 說你們 對不起老蔣總統 整天挺共 不要臉 那我請問 蔡英文你這麼堅持反共 那你把反共的最大功臣 最大領袖 老蔣和中山進黨拆掉 你怎麼解釋 第三點 目前 躺在 立法院司法法事委員會 教育文化委員會 有一個案子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我在這裡 呼籲 國民黨的 國民黨的 立法院 黨團 還有 愛護中華民國的所有公民 要注意這個 蔡英文 蔡英文 立法院司法 提案的 廢止 中正紀念堂 管理處 組織法 也就是 中正紀念堂的法筒 大家把它廢掉 我跟各位報告 我跟各位報告 這個案子 是去年12月24號 鋼金 院會送到委員會審查 在這裡 在這裡 呼籲 兩點 第一 蔡英文 蔡總統 你那麼愛反共 你那麼挺小蔣總統 那請你 交代柯建民 柯總召 那個案子就撤掉了 不要弄了 第二點 在這裡 呼籲 國民黨的中央 還有國民黨的立法院從政 先進 無論如何 在委員會 要擋住的案子 如果你讓 中正紀念堂管理主持法被廢止 中正紀念堂就沒有法源 你們不是做中國國民黨 這五個字 一個字都不能少嗎 沒有了你們的總裁 你中國國民黨 都包包起來 手手腳算了 最後 我做一個結論 小蔣總統 的革新 反共革新 保台 我認為 整個局勢 持局一轉 我認為 現在的我們大家 包括在朝 在野所有的台灣人民 應該朝著 和平發展兩岸關係 創新產業 讓我們台盆金馬的 子子孫孫 能夠享受 自由 民主 法治 繁榮的生活 也就是 在我們 我希望在我們張小中校長的領導下 我們台灣 能夠從 小蔣總統的革新 反共保台 邁向 和平 創新 護台的 中華民國新紀元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賴基兵 館長 謝謝你 謝謝賴基兵 賴館長